台湾形象展日前在华府开幕 美国商务部次长拉戈和美国 在台协会主席莫健 力临致辞 国国友邦同样到场力挺 圣路西亚 海地 马绍尔群岛等 友邦驻美大使也受邀出席开幕一事 经济部长王美花同样出席活动 强调信赖是台美合作的基石得来不易 台湾优越的研发能力和制造力 成为美国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 因为台湾的R&D和新竞争 和製造的能力 台湾已经成为美国商务部的最高的销售 通过台湾形象 我们希望带台湾到世界 我就讲说当你的国家形象被认可 被喜爱的时候 你这个国家所有的产品 都跟着水涨船高了 所以这个第一个 这个形象的价值是无法估算的 台湾形象展针对美国市场产业需求 像是供应链重组 美国大基建计划等商机 也筹组元宇宙 电动车 网路通讯 医疗保健和运动乐活等 五大产业 整合产业实力 希望让世界看见台湾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区别人 感谢观看